看到花莲地震灾情 台湾师联合总会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 要帮助花莲地区因为地震遭受影响的学子 为了能让这笔奖助学金都能使用在圆梦学习上 台湾师和各校已经确认会直接将奖助学金 汇款到各校的账户 由亲师共同确认使用的目的后 依学校合法程序之用 看到花莲地震灾情 台湾师联合总会不到一个月时间募得180万元 要帮助花莲地区因为地震遭受影响的学生 我们为了这个赠灾 我们在4月29号 我们就专程过来这边来勘察 了解说这边的灾区到底是怎么样子 所以我们在短短的一个月 我们就选择了5月22号 我们今天筹备了 我们有150位的这个小学生 我们每个小学生我们捐助一万两千块 我们这个是以赠灾的项目 但是是以品德教育为主 所以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民意国小的校长 我们的许校长 其我们所有在座的所有的校长 跟老师 然后我们来鼓励我们的小学生 因为我们认为说这个小学生啊 是未来我们台湾的一个主人翁 所以我们台湾是很乐意 来帮助这些国小的学生 及国中的学生 这次捐助行动是由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 更多的资源留在花莲 那这个让田志轩基金会 可以在地的一个生根 又能够连结社会资源 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来照顾我们的孩子 我们会继续努力 朝这个方向继续来做 那他们很特别的方式是 每一位学子 每一位是一万两千元的助学金 然后捐到学校用亲师 共同来使用这个助学金 那要学校这边来协助来统筹 那让学生可以直接的受惠 学生们由各校师长陪同 一一上台接受台湾师联合会的班证 同学们也亲手制作感谢卡 感谢台湾师的叔叔阿姨们 给他们温暖关怀 每一位同学可以获得一万两千元的助学金 为了让这一笔钱可以使用在圆梦学习上 台湾师和各个学校确认会直接 把奖入学金汇款到各校账户 由亲师共同确认使用目的之后 依学校合法程序才可以致用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